大家好,我是邰致外商科的主席理事 我姓王,叫王智蓉 今天,我們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在外商這一塊的經驗 這邊,這個是我在這裡,這是我們外商團隊的成員 那這是我們省委診處理,不過他今天出國,所以不便出席 我們各個團隊,主要是各個領域的成員 我們就要整理由補科,整理由外科,放射科,心臟協防外科,整理由外科 各個領域的意思,一起來參與外商團隊,因為外商的比人相當負責 相當負責,他需要各個領域的一起來做 那再跟大家講,我們做得多好之前,其實我想先從我們面對的作者開始談及 那這是一個小孩子跌倒的相片,我們都會跌倒 那我相信在場各位很多人都已經結婚有小孩了 那應該有帶過小孩子小時候 那如果,如果你們遇到小孩子跌倒,你會怎麼跟他說 一般的爸爸媽媽會跌倒,或是比較認真的爸爸就說 或是比較認真的爸爸就說,孩子你起來,你可以,趕快起來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狀況,爸爸跟孩子,你自己爬起來就OK了 那我會遇到什麼狀況? 可是,我會遇到這種場景的時候,在急診 那在急診,是一個爸爸對一個小孩這樣想 但那個小孩正在押胸急救 他一直撤禍,他已經有撤禮跡下,在急救 然後爸爸趕到我們那兒已經來看小朋友最後一面 那要跟爸爸說,可能沒有機會 爸爸說,我對小朋友就說,你可以了,你趕快起來 你可以了,不要放棄,趕快起來 那其實那小朋友已經吸,押胸急救很長一段時間 二十幾分鐘,三十分鐘,已經打算讓他停下來 如果看到這個,看到這個景象,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那句話都講不出來 請團隊請我們把急救停下來 那句話講不出來,因為他們覺得AB真的算 不知道該怎麼 所以我們就繼續押胸急救 讓爸爸有更多眼神,可以跟這個小朋友講話 那再往下 再來,我們談另外一個Case 這個是一個說不下動脈受傷出現的Case 那說不下動脈就是相當困難,而且少些可以傷害 那因為他的骨頭感觸,所以他動脈破裂的話 你要去找到這個血法非常不容易 那一般來說,這種Case也少 所以大家處理經驗很少 我們遇過一個,一個從外院轉過來的Case 那照醫院診斷,不容易診斷 所以疊了一段時間 然後來的時候,來我們醫院嘛 就是已經講不到脈,我就會押中急救了 已經看到,一直開到 開了幾個小時,死血了 但是後來,病人 老實 老實 所以,在開完會客,因為是病人 我接受照顧 太太對老實的大口 你給我起來,怎麼可以這樣丟下我兩個小孩子 很重 你給我起來 相當大一個情緒的反應 所以我們做外商,做外商這個領域 做外商這個領域其實面對著很多生理事件 而且,做外商的這個領域 很不幸的,很多病人都是過風亂跳 有那麼早早在探家 所以他們很容易發生意外事故 就是社會這個經濟的中間哲學 或是家裡的中間族群 這一群是發生意外事故 最高的個性局面 應該要走來走去,用車禍或是在工作的時候受傷 面對這樣子一個狀況 就是說 押胸要不開來的小朋友 或是面對這個外商,外院轉眼過來 我們急救,但是還是沒辦法拉回重病 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應該怎樣做,可以更好 在講這件事情之前 我先跳國族,跳出來講應該有多少 這是阿圖各文的 他本身是一個外科律師 他本身也是一個公文學家 他是歐巴馬當的衛生政策的顧問 美國化的衛生政策的顧問 他寫了很多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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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了他的書 他有個故事講到 他有個書裡面講到一個故事 這個是在期刊上的一個個案報告 一個三歲的小女孩 掉入病棟和鼓水中 嚴重事物及壓軸疾病 將近一個小時 醫療盒能用ECMO把病人救回來 這是發生 但是這不發生在大疫情裡面 發生是在歐洲阿爾佩斯商辦下的一個小醫院 不是醫學中心 但是他們團隊員 用這種方式把這個 這麼困難照顧一個病人搭回來 所以他作者就覺得這個非常了不起 因為ECMO是醫學中心 也不一定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遇到這個作者的時候 我非常請問他們怎麼做到的 其實他作者不是第一次的成功 他在成功之前 失去了很多類似的病人 很多病人像這樣幾乎就怪 就怪 中怪成功了 所以重點他們 會面對這個失敗的個案 如果從失敗個案 集取經驗 然後讓他們可以約做得好 那就是我們Y3科所面對的事情 那他每次面對失敗 就是把所有團隊成名 因為他做了治療很多急診 所以開刀板 有一個CMO小組 那很多步驟要做 很多中小準備 他們就有一個想法 沒事失敗就解放 沒事失敗就解放 所以他們也可以做 那我們Y3科其實 也是類似 也是類似的做法 那我們Y3科是2009年成立 然後到現在大概五年多的時間 那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面 這五年多的時間裡面 那我們成員來自於各個領域 那來自各領域的缺點 就是大家要沒有共同的 空閒的時間 所以我們開會時間 就是定在晚上 大家下班的時候 反正忙了 大家要開玩 好晚上 是第五天的時間 大家留下來開會 好夢 那一半處理的外傷的個案 那就是五開會時候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發到Case之後 大家再分享幾年 那這個是大概晚上七年多的時候 那很多 其實是我們主席的時候 還很多年輕注意識過來 那我們在投這個Case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不會去講說 這個Case處理得多好多好多好 我們去講的是 我們去講一次 我們遇到困難 然後如果更好 如果更快 如果要減少錯誤 或提早診斷 還有制度上的問題 因為其實外傷的Case 要處理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因為大家可能是腦上 可能是脊椎受傷 可能是胸部外傷 可能是補盆受傷 可能是補盆受傷 那更困難的是 每個傷害來的事情 都會看得看得出來 內臟受傷在觸血 你怎麼知道 那胸部傷害的觸血 你怎麼知道 或股部傷害初血 你要怎麼去執血 那你有時候 你要跟其他科目配合 你要去放射課 做洗版攝影 或是要趕快做電腦換成 或是你要到麻醉殼 到開導房去 你去到麻醉殼 開導房跟你配合 可以趕快把病人送進去 一起開導 或者是血骨配合 趕快短時間內 給我大量的鞋片 其實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他需要不斷的溝通協調 才能夠改善 所以每個醫院外傷制度 都不一樣 因為每個醫院配合的 雖然都是那幾個客家配合 那裡面的人不一樣 大家怎麼去配合 每個醫院都不一樣 那我們醫院跟我們醫院做吧 那就在這五年多以來 就慢慢慢慢的討論這些事情 那我們其實做的事情 就是面對 在會議中之夜 去講說自己比較困難 然後討論怎麼做 那這些事情 慢慢慢慢做五年的時間 那 做五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有感覺到 我們有改善 不過做五年時間 今天我們欺騙的最多 其實我覺得是我們住院生意的 因為這個team 一開始只有主治醫師而已 因為住院是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主治外傷能力還很夠 沒辦法到第一線 去擔任的責任 所以我們第一線都是主治醫師 但是住院是慢慢發覺 這個會議後很多case都很多 去他們學到很多不容易處理的經驗 所以慢慢住院生意的學生 都很喜歡來參加我們這個會議 跟我們一起學習 如何處理外傷的case 那所以 陶瓏被以為我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去衝撞 衝撞的東西 衝撞我們這個制度 衝撞 衝撞 再衝撞 因為很多制度沒辦法配的時候 我們要去溝通和協調 去衝撞 制度還不適合還沒有調整好的地方 去慢慢把這些制度調整 那之後有沒有結果 衝撞之後有沒有結果 有 我們結果還不錯 我們在外傷各成一之前 我們有大量出血 斷肢虛急手術病患 他們在急診停留時間 就是從入急診開始 到開到往對外的時間 我們在急診平衡停留時間 外傷各成一前平均300分鐘 成一初期降到168分鐘 那在去年的一個資料 降到只有98分鐘 就是需要緊急開到的病人 我們可以讓他在緊急停留時間 減少 減少到平均98 這是相當好的一個結果 那某東西出血需要緊急痠塞 Case的話 大概2個小時 就可以清洗完攝影機 處理大概有6成 那這6成其實相當多容易的一個數據 因為他牽涉到 不是病人來 我們就把他送去協防攝影師 真的簡單 牽涉到病人來評估 然後去 去猜測病人可能診斷 然後送去病人做檢查 做完之後再判定他的結果 判定完之後再跟其他輩子的溝通 我們帶完座 然後跟鳳凌和聯絡 也做完之後再排單 再送去排單 其實做事相當相當的多 那也有辦法在2個小時內 把病人送到病人 跟健身影波相 大概比較少的醫院 能夠很快做到很高的比例 除了做我們院內的改善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的Cage 那個說不叫動漫斷煙的Cage 當然在交流對病人很大 那其實在理由上遇到不只那個Cage 所以路過在外面轉不進來的Cage 然後轉的時間看不到 要把他拉回來 一樣是很年輕的一個病人 所以我們針對外面的體制 我們異業做 我們也繼續衝突到這個轉成的體制 去做轉成的體制的改善 所以這次我們到外面去開會一張相片 我們跟他去討論 你們哪些Case 轉來這邊其實結果沒那麼好 那我們希望這些轉成的個案 轉成的時間可以再快一點 或轉成的顏色可以稍微訓一下 再符合轉成的條件 就趕快轉就不用停留 當然我們做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為到其他醫院跟醫院說 你們不好的Case趕快轉到這邊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一種load in 所以這件事情是比較傻一點 因為等於是請大家把重能Case 往這邊丟 大家都很害怕 要去做這件事情大家都很害怕 我們Y3哥處理這樣講 會不會做Case做蛋的不好的Case 全部丟進來 大家吃不下去 所以做這個Case其實 其實要很多客人配合 或是Y3哥的計程庫 外科部 還有家庭房都需要配合 那很幸運 在我們醫院裡面可不可以統一 我們Y3哥的經驗 其實是很需要做的事情 讓我們去做 那所幸就是 我們做了之後 其實重大外套可以是沒有增加很多 沒有增加很多 還是維持原來的比例 那我們希望建立一個綠色隧道 就是重大外套病患轉成綠色隧道 他到外套去布丁 馬上就可以沒有阻礙的轉到我們醫院來 因為事實上轉人的Case不容易 不容易 因為他會受到很多醫療跟非醫療因素影響 那我們做了之後結果怎麼樣 這是我們去年去外套介入之後的一個結果 我們看到七次會 那我們去統計我們 檢商到檢商的時間 他去別的醫院來檢商 然後處理完診斷發覺問題 然後再轉到我們醫院檢商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Data將來不錯 有11個病人是在兩個小時之內 也就是說他到外套去檢商去 發覺問題 然後診斷完發覺問題 聯絡轉整 到我們醫院的時間去 只要一兩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數據是非常好的數據 他小了三個小時有10個 大概三個小時佔了 半個偏低 我覺得這對重大外套電視生命機箱部 就要趕快去開到去除病人 其實是很大的幫忙 那所以 這是一個 之前其實 我們外商都很容易跟社會性扯上掛鉤 這個是 之前一個新聞上報導的個案 他是在外院送到外院 又點是八分鐘到外院急診 那邊急診 診到不一定股門股車所以轉過來 那為什麼他可以轉這麼快 因為我們在這個Case之前 有發生過一個Case 遇後不好 所以我們跟他們討論過 我們該怎麼轉整 所以他們一看 不穩定股門股車 好就轉 要在病人生命機箱 不穩定的時候才轉 不穩定股門股車 有可能變化就轉 那病人接受 這是轉整條件大 我們就瘦了 所以就沒什麼轉 馬上就過來 所以八點十一杯 就到我們院急診 那這病人後來是有順利的出院 所以有處女人來這邊 我們就幫他來血管睡 做酸塞 然後吃血 然後就順利的出院 下一個Case 這個我想這個大家一看 真的喔 在本層上一個服飾店 女店員 都是刀子穿著傷 那很不幸的 說服部下動機脈斷業 跟我們剛剛說 在家務檔老師的Case很像 說服部下動機脈斷業 那來的時候是初血型的修科 那病人到急診的時候 其中外傷課 那大約30分鐘 進入開導房 那我們在開訪 就順利的執行 因為有前一次 前Case的經驗 這個病人執行的程度 相當歡迎我們今天知道 怎麼處理這個Case 那所有疊力都保管 住院時間出院 那我覺得這個Case 處理得相當不錯 不過處理相當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前面 有幾個Case的經驗 可以記下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Case處理好 所以這邊從 分享幾個Case 從不好到好 那我們中間做了一些經營跟努力 事實上這些經營跟努力 覺得有點像民眾的團隊 看起來很讓人欣憤 就是說 一個這樣子Quickle Case 刀傷 一個很嚴重的刀傷 來寫他950劑 你有沒有趕快處理病人死掉 然後趕快擠他 幫他處理外 病人死嫌 然後右手功能沒有受到影響 會恢復相當好 我覺得像 有點像這樣子 但是 事實上 我們在影片上看到的伊隆 他都是他們在講到Outcome 他很少去講他們背後做了多少的功力 朝天就是非常天才 一開始就很厲害 但是我們不是 外商團隊是不斷的努力 還有今天這個症候可以出來 我覺得 就是說 一個中華外商團隊 對於這個地區來講非常重要 就是在陳大醫院的事宜 有這個外商團隊 我覺得對於大臺灣地區的病人 或是民眾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別人醫院處理不下來 可以轉到這邊來處理 或是在別人醫院需要處理 可以馬上轉到這邊來處理 因為 Medical Center 預計量是比較多 醫療資源可以處理 這一次中的病患 那我們也希望 就是 就是陳大醫院外商科 可以在大臺灣地區外商 去協助跟外商困難組別的病患 讓病人癒後愈來愈來愈來 因為很多病人都很年輕 很多病人都很年輕 你在 這些病人大部分回來 走出開大方 跟加速解釋的時候 加速其實是變得很重 有些話你講不出口 你講不出口 講出來之後 你講也沒有話可以說 因為加速變得很溫暖 他就一直哭 你不知道太怎麼辦 所以我們很希望 很希望避免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在這裏面 都陸陸續續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改善 好 這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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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